政府固主固员一定要齊心協力 推动职安建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 真的做到开心心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 关注职业安全和健康 在过去几年都有很好的成绩 我希望各位同业继续努力 不要松懈再创佳职 挑战零的工商目标 提高整体工作环境的安全 顾主要制定明确的工作指引 并要员工落实地遵守 今次香港麦当努 再次在饮食业安全奖励计划 获得多个树榮 足以证明麦当努 在职业安全方面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已获得大家的认同 同时备受饮食业界的推述 今年麦当努烧机湾分店 更名获西式快餐店组别的金奖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实在是团队精神的成果 是每一位餐务组组员 共同分享的光荣 身为餐厅的管理层 推行职业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要全面落实职业安全 首先必须提高每一位 餐务组组员的职业安全的意识和认知 细心留意各组员的行为表现 确保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工作 以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力求贯折香港麦当努 在饮食业工作安全方面的优良传统 让麦当努成为一个每位餐厅组员的最理想的工作地方 和每位顾客最庆心的用餐场所 另外我们也乐意从业界分享相关的经验 接着推动和提高香港饮食业界的职业安全水平 做到尽善尽美 我麦德罗呼吁大家 厨房工具样样齐 适安健全没问题